能站在舞台中央在聚光灯底下 就是因为热爱 与生俱来 放眼看去啊 就是这十年来 似乎自己也一直是在 不断继承和创新的这条路上 不断地拓展自己的歌唱能力 我是吴碧霞 今晚我在陕西大剧院 举办八期版电视联系剧 《红楼梦》主题音乐会 最早的时候是 因为我是出生在一个民族音乐家庭里头 大家认为吴碧霞是唱民歌的 直到我第一次参加国际比赛 大家说哇这是民族声乐界杀出来的一匹黑马 但实际上我都是在课堂里 在拓展自己对于西洋美声歌剧 这一块的这种知识的储备 连续两年获得了四项国际大奖 那时候我25岁 2012年10年前 那时候可能在古典艺术的这个舞台上 呈现的比较多 实际上我们也可以把流行也古典 包括像橄榄树 也把它搬到了交响乐队伴奏的舞台上 《广航公》这首作品实际上是2020年对我的邀请 听到这首歌的第一印象是挺好听的 我的加入以后 把它的张力加大了 同时也是我擅长的一个花枪的部分 把它的音色的变换更丰富了 把它的这种音乐的对比做得更强烈了 通过这样一来二去的这种尝试 我发现原来年轻的朋友们会很喜欢 用这样的一种诠释的方式 今年年初的时候录制的那个《达拉蹦巴》 寄手作品 我听说好像大家也蛮喜欢蛮支持 因为它内容上来说 它实际上是在宣传中国乐理 中国乐器 同时呢 它又揉进了花枪的高难度的技巧 又是用一种非常诙谐幽默的这样一种形式 我觉得又是对我的一次打破和重塑的过程 它来迎接收获 美丽不妙人们也相开 老花满天烟火 街上花灯在歌声中山 善良后来他们走起月底 从此以后相当就像 所有人听到教授眼睛 风景永远大笑 舞台离不开讲台 讲台也离不开舞台 这十年里头可能在舞台上去参加比赛呀 这个可能相对少了一些 更多的是在作为一个教师 作为一个音乐的研究者 19年的时候又获得了教育部的青年长江学者 这样一个奖励计划 同时呢 19年呢也获得了全国模范教师的称号 我和我的学生们都有一个自己的群 每次我有自己的新作品 我都会放在里头 让学生们给我反馈 给我提意见啊 或者听听他们的想法 倒未必是他们的一个目标 但是是一定给他们一个思考的方向 哦 原来老师可以这样 老师也在这样做 我是2010年 加入民进会员的 这些年当中呢 民进给了我一个很好的一个平台 比如说国歌法的制定 和对国歌的总谱 分谱的这个校定工作 我是作为音乐专业工作者 参与其中 19年作为民进中央会员的移民代表 登上了建国70周年的游行踩车 我担任了两届全国人大代表 和一届全国政协委员 我演唱的很多的音乐作品 也都是在对音乐事业 包括对培养下一代 以及传承和发展 在提出我的问题 那么我希望我们到中国 一离世界的时候 不仅仅是经济科技的发展 更重要的是文化 得到敬佩和认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Scoop 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小心